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周文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 悉尼劫持人质事件落幕 警方击毙歹徒 结束16小时对峙 澳洲悉尼闹区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的咖啡馆 16日清晨传出枪声 有至少6名人质逃出 全副武装的警察紧急发动攻坚 救出剩余的人质 戏剧性的结束了16小时的对峙僵局 作案的歹徒是有前科的伊朗难民莫尼斯 已被警方击毙 事件中有两名人质不幸遇害 澳洲全国举办其致哀 香港警方清空占中区 占中行动持续79天后终于落幕 昨天早上9点半 香港警方派数百警力清空占中区 在过程中逮捕了17人 被腰斩两个多月的港岛东西型电车 终于全面恢复通车 占中事件至今导致955人被捕 也有75人自首 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表示 希望在三个月内完成调查占中相关的案件 将违法者绳之于法 圣诞节爱心行动 有人捐婚戒行善 一名善心妇女为怀念过世的先生 于本月10日在波士顿北站 把价值将近2000元的结婚戒指和订婚钻戒 捐给基督教慈善团体救世君 希望募得10倍的捐款 用以购买玩具给有需要的儿童 另一名曾经为救世君摇零募款的妇女 以爱心回应爱心 决定捐款21000元 并将两枚戒指奉还原主 昨天早晨暴风雨 造成湾区交通大乱 新一轮的暴风雨 周一清晨抵达湾区 造成航空交通大延误 飞机航班取消 早上的通勤交通也大受影响 至少发生了数十起的撞车意外 国家气象局向湾区整个地区 发布了危险天气的警报 另一股暴风雨在周二和周三来到 在两场风雨之间并没有间断 直到周四湾区才会恢复干爽 加州地震警报系统获联邦拨款500万 加州效法日本、墨西哥和其他地震频繁的地区 建立地震警报系统 在断层移动地震发生前的几秒发出警报 15日国会批准500万元的经费 用于加州地震警报系统 将其扩大至火车、工厂以及水电瓦斯系统 以便地震来袭前停止机械的操作 人员也可以及时避难 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